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講了很多很悲觀 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注意也看到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正面的 或者說積極的 可以樂觀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請幫忙放映一下 就是讓我們看一下 2030年我們的地球 尤其我們人類社會科學的一些進展 德國會禁止所有用化石燃料燃用的汽車 可以藉由神經的繞道手術 讓癱瘓的手再能夠行動 人造血液會喪失 然後這個太陽能發電的話 那個每瓦只要五毛錢美金 有1300萬輛電動車 可以治癒糖尿病 然後以後的汽車在空中飛的 然後打一個流感疫苗就可以治所有的感冒 世界上的人類超過85億 以後這個器官 人體器官可以用3D電印的 同時2030之後的10年中 人類應該會登陸火星 換言之我們其實在科技的進展會非常的巨大 這個其實也給人類帶來新的希望 我們同樣把這些科技進展的這種思維和能力 拿到做關於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乃至做所謂的副排放 就是要把它打入地下 其實有很多方法 科學有了 今天我們沒有時間再講 那我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我們現況 今年就剛過去的六月 歐洲熱浪清晰 這個再度證明 我們說的那個熱地球 熱球效應已經來了 並不是未來 現在已經來了 各位看看這個是攝氏度 六月底的時候是這種溫度 非常可怕 整個歐洲熱浪清晰 也很多人因此而生病死亡 這是羅馬的狗 我叫他們叫熱狗 自己跑去這個fountain上面淋水 這是法國西部的一個動物園裡面的花豹 熱的受不了就跳到水裡面 自己看看是不是可以涼快一點 所以現在來講 熱視效應真的來了 熱視效應會帶來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極端氣候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已經不是說 溫度上升多少 是在那個上升過程中 它的冷與暖的震盪 我們剛剛講到今年夏天非常熱 但是如果大家還注意到 前幾年不是有霸王寒流嗎 然後現在颱風這幾年對台灣還不錯 不是沒有颱風 明天還有一個要來 但是它的這個軌道都有改變 這幾年不是衝擊菲律賓 就是衝擊日本 日本被衝擊的很厲害 會說我們好棒有拜拜有寶貝 但是各位不要靠這個 你不知道他下次來什麼時候 再來的時候也會非常凶狠 這裡面有很多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不能一一說了 但是我們有一系列的演講會繼續來談 這裡面我們主要在四沙龍本季的三個 三個這樣的Session裡面 我們大概會談這些事情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些今年的照片 包括森林失火 花開失序等等 還有一些生態系統崩解的問題 這個是北加州南加州的失火 我今年五月有到南加州我的老師的家裡 他住在聖塔巴巴的山上 他就拿照片給我看 他家的後面就是像這樣的失火 他說Koyen 差一點 你又看不到我了 他年紀也很大了 他說我可能逃不掉 阿拉斯加都失火了 不是只有在加州而已 阿拉斯加都失火了 今年暑假很有名的就是亞馬遜森林的失火 這個用衛星照片整個整合起來 一個星期之中 巴西 玻利維亞等等地方的失火 非常大範圍的失火 非常厲害 那麼在這樣的氣候變遷之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對地球有非常多的衝擊 這個圖稍微有點複雜 也是出自科學期刊上面的 這邊有很多個項目 那這個軸是說你溫度上升多少 1度C 1.5度C 2度C 譬如講 對於這個珊瑚 熱帶地區的珊瑚它的衝擊就很大 只要1度C的時候的衝擊程度就非常嚴重了 那麼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會談到漁業 這跟我們特別相關 低緯度的漁業在1.2度C左右 其實就開始感受如果1.5度C也是嚴重衝擊 那在台灣我們的烏魚等等已經受到了這個衝擊 我相信我們後面的講者會來談這些事情 那有很多的不同的範疇的東西 我們很在意的呢還有農作物 在十多年前有人說全球暖化 人類可以應付 也不過就是生產帶的移動 像這張圖是2007年 也就是12年前的一篇文章 很重要的文章 Global warming and agriculture 這個裡面的文章 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顏色比較黃紅的是表示減產 那麼綠的話呢就是會增產 所以那個時候想法說暖化了 二氧化碳增加了它有肥料的效應 溫度高了呢高緯度中緯度地帶 可以更多的更高的生產量 大麥黃豆等等 所以就這個圖來講 那時候有些農業專家甚至認為 這不是一個問題 這裡呢它只看到了溫度的效應 甚至二氧化碳的效應 這個觀點現在已經整個 我認為改寫改變 其中的原因呢 我想利用我22年前出版的書 這是我認為華人世界第一本 關於全球變遷的書 我跟台大大氣科學系 許晃雄老師呢 我們1997年出版的 我利用這邊兩張圖跟大家講 為什麼全球暖化對於農業 或者說對於生態圈有重要的影響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不是說熱了冷了 你能不能忍受的問題 首先看這邊的圖 A圖譬如說是現狀 然後這個分別的兩圈呢 是這個生物棲息的範圍 那麼現在天氣暖了 或者雨量改變了等等 它這個生物它最適應 它喜歡的居住的地方會改變 它就要離開它的棲地 我們譬如說這邊呢 A這個種類 可能譬如說是一種蜜蜂好了 它飛得快 它跑得遠 它往北走 因為往北邊可以稍微涼快一點 譬如講 那麼植物 B是一個植物的話 B又沒有角啊 靠花粉慢慢去傳播 再去長啊 它就沒有蜜蜂飛得快 我們想像一下 假設一下 那我們暖化又碰到什麼狀況 就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本來它們形成一個生態系 但是呢 大難來時各自飛啊 就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想在一起都沒有辦法 因為有的移動的快 有的移動的慢 在生態學裡面或演化的學作裡面 這種叫做生態寡婦 有一個植物 蘭花或者什麼農作物 它要靠某一種蜜蜂 某一種蒼蠅去授粉 那個授粉的昆蟲走了 那留下來走不掉的就成為生態寡婦 這是第一個要跟大家做介紹的 那台灣呢 是高山三千公尺以上 所以我們是一個山林 就是有山的國家 台灣是這樣一個地形 所以我們暖的時候呢 或暖化的時候呢 其實植物和生物是往山上跑 而不是往北邊跑 北邊你一跑 跑到海裡面 沒地方跑 所以在台灣呢 會形成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看上面的圖 這是原來的分佈 C B A 當暖化的時候呢 大家往上跑 那各位可以看到 A 本來已經幾乎平無立錐之地 往上沒得跑 所以就有這種呢 就整個絕面 這樣懂嗎 然後呢 很可能在低緯度地方 低海拔地方 有一個新的種類就會進來 然後原來的西種本來面積很廣 就變得很少 各位 這是台灣的狀況 所以我們為了台灣的設計呢 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海拔身高譬如說500公尺 可能等於平地走三五千公里 它這個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生物有不一樣的效應 在溫度上來講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 所以這個呢 又是台灣的狀態 那不管是水平的 還是垂直的 都會發生這種生物 生態圈重組的現象 而這裡面就會有一些生態寡婦出現 如果這裡面剛好是我們所關心的植物 需要被受粉的 甚至某些動物 它的分布 這裡就產生了問題 這我相信我們後續呢 會有繼續的解說 所以 如同剛才我們一開始 我們的志工朋友已經介紹了 我們會有10月26號 花早開 從不來 土地變了 農業怎麼辦 然後在10月9號會談到漁業方面 從三倍之戰到體育之爭 所以這些呢 都是我們這個四沙龍 這個系列所為各位準備的 我個人很開心 很榮幸 今天作為首發 首發的目的就是給大家一個大的格局跟觀念 講一點稍微的例子 我相信等一下李家瑋 我們的好朋友上來會 回過頭來聚焦台灣 把大家帶回看看台灣的狀況 那我的時間大概也差不多了 我就在這邊 先跟大家說謝謝 等一下我們有機會再多談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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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